大家好,今天让我来介绍Cherrymin的技术分析 由于有很多观众喜欢看我的技术分析 所以他已经在下面留言了我的这个频道 所以我在这里介绍Cherrymin给大家知道他的技术分析 Disclaim,没有买卖建议,只是吹吹水罢了 你们喜欢我帮你分析什么股票 comment在YouTube的comment里下面 喜欢的人按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关注我 谢谢大家 在于这个5月22号星期五的价格 在收市价是0.710 最高的话是在0.740 在最低的价位在0.680 所以我们在看开市的时候他的走势会如何 你好 在这个Cherrymin的技术分析 以这样的图来看 Support的价位在0.580 还有一个Resistance在0.920 所以他会在这里徘徊 还有现在的情况是处于下降趋势 我已经画了两个黄线是非常重要的 上面的黄线叫做Resistance 如果他来到这个0.92的话 他没有突破上去就是一块钱 我们是说一块钱以上 如果是一块钱以上的话 这叫做Uptrain 如果是在以下的话 以这样的情况来看就是Downtrain 在这个情况也是要在于你自己本身的投资策略 你如果是拿来收股息的话 就是Dividend的话 有不同的方法 或者你是短期 中期 还有长期的投资策略 所以我可以给你知道的话 就是说 现在是处于下降趋势 如果是在一块钱以上的话 是处于上降趋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已经明白你要如何的操作这个Termine 在这个Termine的季度报告 就是Quarter Report 已经有一个亏损在2.8个M 再次重申这个Disclaimer 不是买卖建议 只是教育知识而已 还有是吹吹水罢了 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谢谢大家 可以在comment 这个YouTube的频道下面 subscribe 订阅我们 按赞 还有在下面 你可以